大楼齐楼下小小的防空避难标示贴在墙上容易忽略 要靠近看才能清楚指示内容 台湾下周一到周四将举行分区万安演习 但民众认为防空避难标示不够显眼 防空避难标示可以再加大一点 会有比较清楚的标示 比较清楚的引导的作用 这样看起来似乎太小了 台湾万安演习及防空避难的演练是否实用 确实受到关注 台湾激进党就召开记者会 呼吁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应重视防空避难演习 那目前的演习到底有没有让所有的人都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都做到实际的演练 呼吁所有民众关心我们自身的安全 也关心我们在紧急情况应该做什么样应变 然后加强相关的资讯跟知识以外 也呼吁政府能够更进一步的 不是年复一年的做这样的万安演习 而是进一步的把它提升到一个跟人民生活比较有连结 比较有实际上操作意义的层面 台湾激进强调战争并非不会到来 并以高雄党部执行长杨贿华赴乌克兰考察时 刚好遇到空袭的经验为借禁 指出实际执行避难措施可以更加熟练如何避难 呼吁台湾中央及各地政府 别再轻视扎实民房训练的重要性 确实训练被开拍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